这是XJ6 4.2的化油器加工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砂孔 再来我们需要用很多的砂纸各号数 这是一小时后第一次研磨 再来第二次 再来第三次 再来差不多四个小时后 你就可以变成这个亮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化油器一开始是这样脏脏的 那药水泡完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字研磨出来 然后把每一个零件都做整理 每一个油道都要 那这个是法体 法体 然后这是抛光后的法体 让气流更顺畅 新旧法体的对照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费手指头的工作 要从粗糙面一直做到这样至少需要四个小时 然后一大堆的砂纸 还有一大堆的水还有一大堆的眼睛跟大拇指的消耗才能变成这样 那这是它的后面 47.5mm 这个Main Jet Polish非常的重要 因为能确保它在它的Rail里面上下移动非常的滑顺 造成它的空软笔的调整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是双金属L型铁 这是双金属的侧面 好控制空软笔 那这是装上去的样子 中间是Main Jet 再把符筒装上去 那符筒很重要是不能裂 那这个是原产品很棒高级品 都可以看到我自己了 Shiny 都有反光了 都可以看到那个油嘴的反射了 我的天 OK 这个工作 不能用机器炮不好 因为用机器炮的话 怕会扣胸 那个小蜜蜂就有点危险了 扣胸也不太好 那就很费手啊 很浪费手指大拇指啊 大拇指很快就会出事 不过没关系 你就把它做好 Shiny 流到镜面处理 这搞不好是全台湾唯一一台Jagga化 尤其搞这样的 好在禁忌化 他这个阀体是差不多47.5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用CBK42 CBK40几来去取代他 那如果需要再高性能的话呢 我们就拿差不多50mm左右的Cabulator来取代他 那我相信在我这样子加持之后 他应该性能会变得非常好 超越所有同款 好 甚至是超越新品啊 是一定保证超越新品 新品都没这么好 好 这个叫Manchet Needle 他也都 他本来长一层绿绿雾雾的东西哦 第一影响他的流速 第二影响他的直径截面积 导致他的那个参数呢 完全不对头 那现在呢 除了恢复以外那下次就要做细条 就要拿出来车销哦 OK 那车销是靠试车 靠空软笔去做 做完就是最适合这部车了 再也不是原产品了 他是竞技品高级品 这次组装的时候呢 会在每一个螺丝上一点点的油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次要拆的时候拆不起来啦 那你看这个螺丝都会变成这样 狗啃 很常见 螺丝咬死 这非常常见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情形呢 我们必须上一点油 那另外呢 这个螺丝也是非常怪的螺丝 如果有改车人就知道这个是阴质牙 阴质牙哦 很可怕 然后这一颗的下半座又是公字牙 这是公字牙 1.0 1.0的牙 0.75的 0.75的牙 这个呢 几分之几的那一种 没看过 没关系 就一颗都不要移时 把它装回去就对了 好 组装的时候要小心装 要很精密 这是另外一支的Main Jet 那Main Jet 一定是脏兮兮的 OK 没关系 我们把它抛光 抛光以后呢 它就要顺畅的移动 这个就是抛光之后的样子啰 shiny shiny 那它能够顺畅的在内管里面移动 这个是控制Main Jet高低的双金属 好 是靠一个L型铁 那双金属在冷的时候冰天雪地的时候 双金属会往下弯会这样 下弯的时候Main Jet的下降 好 然后公油截面积增大 好 空然比变浓 那相反的呢 它觉得自己在引擎室里 八九十度高温的时候 它会自己往 它会自己上翘 并不是连铁楼铁上翘 是这一片自己上翘 会这样 双 然后就把那个Main Jet 往上顶 那Main Jet往上顶 截面积缩小 就变稀薄 OK 那 这里有一个关节 然后我们有一个顶铁螺丝 再这样 整段调节 全段调节空然比 包括袋数 完成第一阶段翻修 好 得意哦 最得意的作品 OK Shiny 好 当然会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阶段 一直修 一直改进它 绝对没有一步登天的啦 再来看看第二颗要翻修的 刚刚只是先除油去污 泡药水 好 那裸露出来的本体 看看哪里有裂痕 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 然后再一个一个 把它 该做好的做好 好 那一样 抛光它 好 这个 法体 看哪里有漏 有破 小缝隙 影响性能的 都要取出这个因素 那估计又是四五个小时的事情了 好 第一阶段就要花四五个小时 哎 就耗时间 耗心力 那当然也要技术了 不是拿机器起来 厚白烧烧烧的 厚白烧烧的 等一下卡片 还好 好 费时间的工作继续了 很费手了 来看一下比较图 这是大家在用的 而且我这个还是研磨过 我研磨过还本来就更脏更乱乱七八糟 快不起来 要变这样 这么亮 帅